我很緊張剛剛 可是我剛剛緊張不是因為結婚 是因為我真的好怕摔倒 因為我曾經就是穿婚紗 然後真的摔倒過 我覺得好好求 所以剛剛走上紅毯的時候 其實心情是很怕摔倒 可是剛剛在講誓言的時候 我有一度真的有點 就覺得差一點點 就是怕會有淚水 因為那個誓言真的很感人 所以剛剛很多是感動啦 我也是怕摔腳 然後也是誓言的那一段 好像時空又回到 拍CN的時候 對 然後好像真的 我們經歷了那個阿鳳跟偉忠的婚禮 現在才 現在才 戲裡面沒有我們結婚的嘛 對 然後 另外一方面就覺得 嗯 真的對結婚 還是不是很有興趣 哈哈哈哈 好老實喔你 其實走這一段 我想說 也就是這樣嘛 其實戲的結構跟想要談的事情 然後還有上映的時間 其實都是不同的 所以而且我們兩個人演戲的方式 應該也不太會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不會擔心這樣 你知道我覺得那個官司有跟你嗆說 他覺得他在戲裡的造型比帥很多 然後也希望眼睛比你好 你要不要跟他這個回應一下 哈哈 其實我覺得戲裡面的造型 是 是 就是戲裡面的造型 因為 我覺得如何把這個造型 達到這個 角色所要傳達到的 是最重要 那 那當然在三三這個戲裡面的造型 他就是符合他 他這個 半導體科技男憨厚的樣子 那 我相信 在 他三三每次出場的時候 都可以帶給 大家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後帶給大家 歡樂的感覺 那 我相信如果做到這個 我就是 蠻成功的 對 你剛才講我才想到說今天是3月14號情人節 對 那 通常我跟 對我老婆 就是 我除了 有一個日子 我完全不能忘記之外 其他的 應該都還好 就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那我覺得這個 對每一個結過婚的男女來說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男生 絕對不要忘了結婚紀念日這件事 其實我真的不太注重情人節 因為我覺得 整年裡面 要過的節日真的太多了 因為聖誕節也是互相送禮 也有聖誕大餐 情人節也是兩個人要一起過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我自己的生日 所以每次有到情人節的時候 如果我當時有男朋友 都會希望不要互相送禮 我們就是可以很甜蜜的吃個飯就好了 所以沒有過到太特別的 我也不是特別注重 什麼情人節什麼的 我覺得 每一天都可以是甜甜蜜 就不需要特別那天 然後 人擠人的 我們這樣講會不會太消極 對啊 就是 你們兩個 何時想甜蜜恩愛 就甜蜜恩愛 每天都可以吃情人節 我可以暫時迴避這個問題嗎 3月14日是白色情人節 也是我跟提娜認識的紀念日 我在這裡做宣傳 可是她提亮我的工作 因為有些時候 越是節日我們越忙嘛 所以 找了一個理由去 混一下混過去這一天這樣 回去我要彌補一下 不然應該 後面的日子恐怕會比較多 不要波折一點 我今天沒辦法彌補 因為我現在在台灣做宣傳 他們現在在香港 我會想辦法 用我的行動來彌補的 謝謝大家